哈喽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去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最近我特别特别痴迷 然后我看他的个人网站 看他的作品集 看他的项目 然后看得特别痴迷的一位来自马格兰的摄影师 那么这个摄影师呢 在我之前的一个马格兰的接拍的课程里面 也提到这个摄影师 就是Mark Power 然后这个摄影师其实一开始 我其实也看过他的东西 然后也学过他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就是像今天一样的看得这么仔细 那个时候呢 我看Bruce Gilden啊 看X-Web啊 看David Han啊 看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会更多 因为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不觉得他的作品有什么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然后前段时间我回家 然后去拍家庭项目 这个家庭项目呢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去拍东西 然后再往上去搜 去搜家庭 去搜相关的就是编辑 就是editing 就是一些摄影的editing的东西 那么你们也看我Vlog也知道 我其实慢慢的在做一些长期的项目和思考 那么我就收到了这个摄影师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他嘛 也给大家去做个介绍 那么这个摄影师呢 我又非常仔细的去看了一下他的作品 这样就一看就非常的不得了 然后我这一两天就全部都是一直在他的项目里面去看 然后看他非常非常非常早的项目 然后到非常现在的项目 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在这里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从这个摄影师中间去学到的东西 那么首先可以去说我从他中间学到东西 其实是一个让我自己还是蛮受鼓舞的一个摄影的方面的东西 就是他其实是很朴素的一个人 就从他的一些项目里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去看他的一些拍摄的一个作品啊 他东西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就是爆炸力 非常有技巧 或者说你看到去就非常现代摄影的东西 当然本身这位摄影师也不是一个年轻的摄影师 他是一个有一定年纪的摄影师 那么看他的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想要突出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朴素的东西 就我自己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能够知道 就是我之前一段时间 其实我非常喜欢闪光灯去拍人脸 然后呢我自己也慢慢的就是厌倦了之后呢 我会开始想我自己到底是应该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我拍了很多很多的花花草草 也是有很多人去看就是解读的这样一个片子 然后我去看这位摄影师他拍的东西呢 其实我在心里相当一部分的呢 我的感受是我还是有点就是受鼓舞的 那么他拍了很多作品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是非常非常朴素的 你看这些东西看这些建筑物好像真的是非常非常朴素 就是就像我一直在Vlog里面强调的 就很多人都会说我也能拍的这种 就是你单单看一张照片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会在内心去想好像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看他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其实有一段时间去看他的一些作品了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非常印象深刻 倒是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些瓶颈了之后呢 我看他的作品呢 我反倒是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多很多 就是很默默的很微小的那种推动那种鼓舞 就是你可以继续去拍一些很朴素的一些东西 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个第二点 就是其实从一个入门的摄影师到一个摄影的一个非常有经验 或者说你以后成为一个摄影艺术家或者大师的一个必经之路 就是编辑 其实我觉得英文在这里面会更加的就是恰当一点叫Editing 虽然中文叫编辑编辑有很多的意思来在中文里面 那我觉得Editing呢 我觉得更能够去表达在这里面去编辑照片 其实这个Editing呢我也给大家去分享过很多 就是你拍一组照片 然后照片之间要有关系要有关联 然后你会去想你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你的照片之间的故事性 它的叙事节奏 它的叙事结构 就刚才说的节奏和结构 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去思考 那么我在之前的买个男的课程里面呢 这位摄影师他其实分享的更多的是关于如何编辑如何去看 然后他会把照片都打印出来 然后去拿着实体的这样一个照片去看 其实我看了他的这个受他影响呢 我自己也会把我的这个之前拍的这个照片 然后去打印出来 然后我也会把它就是按不同的顺序去放 然后去看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去讲一个故事 所以从那这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编辑的想法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其实现在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就是你拍了一年两年三年 你拍一张好的照片呢 其实是不难的 甚至说你现在就算拍非常马格兰式的结构的照片呢 在网上也会有很大一批人能够拍到这样的照片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陷入到瓶颈 就像我现在这样的 那么我突然就觉得好像从这个瓶颈里面走出来了 就是我非常专注在去描述一系列的事情上面去 就之前我给大家去分享了 我去在家里去拍 就是我爸妈呀 然后我的家人就中秋节那个 然后在Vlog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的过去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编辑一个editing 其实我在自己的个人的博客里面呢 我会去把这个照片有顺序的就是列下来 就其实也是像就真正的艺术家 真正的摄影师 他的个人网站中去筛选作品 然后我自己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参赛的一个作品 虽然它不是一个参赛作品 但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参赛的一个叙述性的一个东西 那别人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他的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固执性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考虑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 如果你看他的网站 你是一张一张单张照片去看的话 比如说这张照片 你看你会觉得我也能拍 而且这张照片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不出彩 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你看一些他拍的一些人像 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出彩 那么实际上你在他的网站 就像我说 我为什么这几天特别着迷的在这个网站上面 在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展上面呢 就是我发现我如果不是这一整屏的去扫描的话 然后去点一张照片好了看的话 如果我是从第一张照片就开始左右去切换 我一张一张去换一张一张去换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故事性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他拍的这里面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一开始啊 你会看他的特别是这一套作品啊 我非常喜欢就是 一开始你会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就好像没有人好像是废弃了一样的 然后慢慢的呢 你就会发现 哎在大土里面有些人出来了 就是一开始是非常非常静态的东西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动态的东西出现了 就好像在一个森林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森林 什么声音都没有 突然这个鸟的声音就出来了 突然这个风吹的沙沙的声音就出来了 就这种从无到有 这种你去感觉到他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他想表达这个东西 他这个节奏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去扫整个他的所有的照片 然后哎这张好像不错啊 这张结构不错 然后点进去看一下啊 这样哎然后这张 为什么他就拍的无所谓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能当做一个不错的照片放到展里面呢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了 相反我现在就是说哎我从他的第一张看来看 然后慢慢去看这个照片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翻了下一张 然后翻了下一张 翻了下一张哦 有动态的东西出来了 有人出来了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整个他的编辑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出彩 非常非常有故事性 甚至说看他有了作品的时候 我会觉得真的在像读一本小说 所以呢当我整个流水般的看他照片呢 我就会觉得嗯 他的单张的照片就是拍的不错 然后他整体的节奏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仅要看他的编排 他的editing是非常棒的 你就光看他的单张照片也会觉得 嗯 这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张照片 我发现他会拍一些非常棒的糖水 就是背景非常非常虚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拍一个就是花呀 或者拍一个山呀 或者拍一个灯泡之类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编排的时候 他会把两个非常有关联性的 他的shape呀 就是外形呀 就是这个形状啊 包括他的关联性会放在一起 你会觉得哎 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还是蛮好玩的 把这两张照片就是对比在一起 所以呢 从这位摄影师里面呢 我觉得他不管是单张照片 包括整体的编排 包括他的拍摄中 他把这个拍摄的这个场景和之前拍摄场景 然后再对比的去展出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让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呢 就是Mark Powell呢 他其实应该是跟富士合作吧 马格兰和富士合作拍了一个就是关于家庭的项目 然后他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他去聊了很多他在家附近怎么去拍 因为家附近里所有东西都非常非常熟悉 相反是非常难 然后怎么去拍家人 怎么去沟通 然后怎么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放到这个描述里面 也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去看 他是怎么去去讲他自己拍摄的 还有怎么去讲他自己和家人的一些关系 跟家周围的这些建筑啊 一些细节的关系 然后他里面让我最深刻的 也是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的 他是如何去编排这些东西 他把什么东西去放在一起 他怎么去想象就是人 事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整体的这个作品 当我看到他摆在桌上去一个一个去挑 他把这两个照片放在一起 或者是打乱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点震惊 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对于本身的叙述真的是追的太少了 我们更多是拍到一张好的照片 所以看到Mark Powell的作品了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想 我在出去接拍的时候呢 我要开始从某些细节去描述我的生活 描述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想我尽量的不要去拍人 我去拍一些就是细节的东西 拍一些平时我忽略的东西 甚至说我加些糖水的东西 在里面和事情产生一些节奏 还然后产生一些这种叙述性的东西 那么我出去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发现从这个照片上面来看 他拍摄的东西是很容易的 从照片上面来看 但是在我的实践中呢 我发现真的很难 就是你要在一个拍摄在一个画面里面呢 所有东西都非常完美 都井然有趣的 按照你的安排去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真的很难 就是比如说我拍这个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拍摄 这样的一个细节东西 然后拍摄它横平素质的摆在那个地方 但是当我去看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太过于满了 或者它的颜色或者它的其他东西 好像是一个横平素质的一个东西 好像是我在模仿它的手法在拍摄 实际上你看这样一个拍摄的结果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它的拍摄中 很多是从生活的细节里面去拍摄 比如地上的一个轮胎 地上的一个丢气的垃圾什么之类的 我也去从它这里去拍摄 然后我拍摄的时候 我更多是从这种没有人 就是不会有人出现的 非常非常静态的一个角度去拍摄 拍摄的时候呢 也会有更多非常的结构的 新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去把握到这样一个度 比如说你想拍摄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结构还是不错的 它前面有荒槽 后面有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非常穿插的 就是中国的那种老的那种墙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背后啊 有那个背景那个洞啊 穿过去了有背景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拍的 你会觉得这个拍进去了之后呢 并不是说你想要虚化把它虚化掉就可以了 而是说如果这个背后它是一个非常空的东西 是更好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背景 就完全是全白的 然后有个草 然后有一个这个墙的这个地方 肯定会比这样一个后面有虚化的 有各种楼的样子的照片要好很多 所以呢看到这一点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就不要拍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就去走 然后去找下一个能够给我就是节奏感觉的东西 然后我就去看这些照片 真的去拍 然后我想到之前我那个墙 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墙 它这个墙要比之前要更不错 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毒死了 那么它的整个的样子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我看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也许可以像这样的去拍摄 那这样拍摄有点普通 它是一个就是菱形吧 然后我就把它往下挪了一点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三角形会更好一点 就是比菱形要更好一点 因为所有人都能想到菱形 但是我这样去拍 然后下面留出一些就是长方形 也许是更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它去拍摄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去反思 我并不说这张照片是好的照片啊 我只是说在反思 我在这个接拍的过程中呢 我去让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完美的 在一个它应该在的地方去停着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找到一些细节 然后我找到不停的节奏是真的很难 然后我就发现这样编排这样的拍摄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虽然我是模仿它的一种方式 它的一种东西在拍摄 就是我觉得只要把结构拍好就可以了 或者说我拍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我发现真的非常难 当我把这几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发现它们之间并不能成为一个故事 没有节奏 也没有它的本身的结构性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就从我自己的实践中啊 我今天因为要给大家分享 我自己去拍了一点东西 我觉得确实很难 好吧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